我喜欢你 我有喜欢的人了 不好意思啊 你为什么不问问 我喜欢的人是不是你 那你喜欢的是我吗 当然不是 就是这样 要问一问 问一问 喜欢的人 是不是你 万一是呢 有多少的这个有情人 都是因为一些误解而错过 就像这个林黛玉 因为误解贾宝玉 含恨吐血而中 小龙女也因为误解阳过 让爱情迟到了一时六载 焦中青与刘兰芝 最后因为误解 双双殉情 我们年轻的时候 总想遇到一个完全懂自己 后来呢 后来呢 却发现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那个人 总觉得这个面对误解时啊 要选择沉默 以为啊 以为足够爱我的人啊 足够懂我 后来发现 谁也看不透 谁的心 就像昨天这个帕尔修斯啊 来到了埃塞俄比亚的海边 在国王科布斯的治理国土范围内 帕尔俄斯 看到了耸立在大海之中 在一块岩石上 捆绑着一位年轻的姑娘 海风吹来 吹乱了她的秀发 姑娘呢 在暗自神商 默默的流泪 帕尔修斯啊 肯定啊 也是为美貌啊 所这个打动 男人被甩是为什么 只是为了钱 女人被甩为什么 只是为了容貌 那么女人被搭讪 肯定也是因为容貌 帕尔修斯啊 也无例外 面对着姑娘 这个反背着双手 沉默不语 你想啊 一个陌生人来 人家姑娘肯定是这个害怕 所以就不作声 这个害怕 从一个人陌生 陌生人这个讲话 假如他能这个动弹 这个姑娘 肯定 想用双手 蒙住领 为什么 为了不让这个陌生人啊 造成错觉 以为他做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情 被捆在这个 海中央的这个 石头之上 所以啊 他眼里 擒着泪珠 回答说 我叫这个 安德罗莫德 是这个 埃塞俄比亚国王 科普斯的女儿 因为自己的老妈呀 这个 西奥佩呀 不太靠谱 喜欢这个吹牛啊 吹牛说是 自己的女儿啊 比这个海神 这个 尼罗斯的女儿 还要漂亮 即使海洋里的所有仙女 也没有我和我女儿漂亮 所以海洋的仙女们啊 十分的愤怒 他们啊 有人多力量大 海神有五十多个女儿 所以就一起 发动洪水 淹没了国家 海神呢 还派了一个妖怪 吞没了这个陆地上的一切 所以说呢 神就颁布御旨 如果想使这个国家 得到解救 必须要把这个祸根 当然也是女人 把国王的女儿 丢给海怪 喂食 国民呢 被闹得沸沸扬扬 就纷纷要求 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你就献出自己的女儿吧 拯救一下全国 没有办法 这个绝望之余 国王也就只好下令 把这个女儿 锁在这里 姑娘刚讲完 这个滔天的巨浪 就翻滚了人 海水中啊 就出现了妖怪 姑娘一见 就吓得连连尖叫 她的父母啊 也这个赶紧赶过来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间有了神力 就从海那边赶过来 母亲啊 因为这个内心愧疚 流露出这个万分痛苦的表情 这个他们啊 就紧紧的抱着被捆绑的女儿 但是却无能为力 因为身上的枷锁被施了魔法 自己啊是救不了女儿 这个时候啊 帕尔修斯就说 你们啊 要哭 将来有的是时间 眼下当务之急 那就是救人 我是这个帕尔修斯 是周斯和这个达那儿的娃娃 我呢 可是战胜了这个美杜莎 神赋予了我翅膀 让我怎么怎么样 高空飞翔啊 这样这样啊 然后肯定自己夸耀一番 要不说他不说的话 我们怎么知道 他的英雄事迹 姑娘 你要是如果是自由的 并且愿意挑选配偶的话呢 是不是应该优先的看中某位英雄啊 但是呢 像这个 你现在这个样子啊 我要是向你求婚的话 并且愿意搭救你 这个不知道你的父母 愿不愿意呢 这个有点称人之危啊 不过这个父母啊 还是连连点头 那不仅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 还答应把这个王国送给他 作为什么 嫁妆 哎 这就有的谈了 说话之间 这个海妖 已经游了过来 只有一件之地了 所以年轻人啊 健壮就在脑上一蹬 啊 堂空而起 妖怪呢 就看到这个海面上 投下了一个人影 变狂怒的 像这影子啊 追过去 像是这个意识到 有人要来夺他们的猎物一样 而帕尔修斯呢 则像一只矫健的雄鹰 把这个从空中俯冲下来 用神赐给他的啊 那个啊 那一把杀死 美如沙的利刃 狠狠的刺进了妖怪的背部 只有这个剑柄啊 落在外面 他把这个剑拔出来之后啊 这个妖怪 疼得在空中翻满 然后又沉入到水底 疯狂的挣扎 帕尔修斯啊 一再朝他身上猛刺 趁他病 咬他命 直到刺的他呀 口中涌出了黑血 这个时候啊 他的这个翅膀也沾湿了 他们 帕尔修斯啊 也就不敢在这个空中久留 恰逢 神话就是这样 每当这个关键时刻 总是那么的巧合 水里面又露出来了一块礁石 所以啊 大英雄就煽动这个翅膀 翩翩落在岩石之上 然后啊 用这个剑 解 结果了这个妖怪 海浪啊 就飘走了这个妖怪的尸体 不久之后呢 海怪就从海面上消失 帕尔修斯呢 就飞到这个岸边 登上山顶 就解开了这个姑娘的锁链 把这个姑娘交给不幸的父母双亲 哈哈 所以啊 他就受到了隆重的款待 成为了这个 埃塞俄比亚 宫廷里的贵客 和这个 家序 丈母娘看姑爷 肯定是越看 越欢喜 啊 在 即将迎来的甜蜜 婚礼上面 又会讲发生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 再见